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远程的一位客户修剪一个头套 他在的地方比较远 在新疆本人来不了现场 我们就通过远程这周视频沟通好发起 现在开始给他修剪发起 这头套的话之前给大家讲解过 他也是可以贴胶也是可以自己佩戴 我们前面贴了一片胶 然后还是眉毛四个手指的高度佩戴长法 佩戴也是很简单的 一番一带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沟通好发型了 就是客户想要的一个发型是一个碎盖 它的长度大概在眉眼之间的一个长度 眼头套和剪发片是有点不一样的 剪着发型分个二分区就可以了 头领和两侧分开 先剪併脚和后脑上的部分 然后上面的长度再去覆盖 衔接 很多人觉得这座假发剪出来一眼假 不衔接 看着这床假发 一款好的假发造型 第一 它材质肯定要过硬 还有就是我们的修剪一定要到位 它跟平时咱们修剪自己真人的头发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修剪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假发里修剪的不好 那么它看起来就会一眼假 首先我们侧边先保留它的长度 修剪出它的一个层次感 吹干了之后再去精修 专专业技术表演 专业技术表演 此处快进 后驱跟两侧一样 你要保留好后脑上这个地方的长度 太短了它会感觉很不协调很不行进 头顶方形结构修剪层次感 此驱倒剪修出服帖度 就是我们头发自然吹干的效果 我们稍微给它烫了一点点 那种膜跟它 纹理感 梳妆感都会比较好一些 现在打一点泡沫法了 把造型捏一下 碎干 然后它就是前面没有分 自然往前的一个效果 我们现在稍微给它弄点小微分 看一下不同感觉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随便去分分 不管从左 右 前 后都可以分 很真实 前面发射线也是隐形的 看不出来 从随便看一下 来吧 展示